大家好,今天聊一聊越南的历史 聊一聊越南战争 1979年我们国家对越南进行了对越战争 这个战争呢,我分析它的整体战争 可能大家都熟悉了 而且我并不是很专业 我分享一下这个战争的一个小故事 就是一个中国士兵被两个越南女兵俘虏的事情 这个中国士兵呢,他的名字叫洪干宗 他是在村里听说召集之前民兵的时候 然后他报名加入的 然后呢,他在越南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参加太多的战争 有一次夜里,他的部队正在某森林处进行休整 然后突然来了一个炮弹 他们被惊醒了 他就明白原来遭到了越军的夜间偷袭 他们的民兵论工作其实主要是后勤工作 劝罚强制弹药,而且战斗力也很差 他们的部队很快就被打散 这个时候呢,这个黄干宗啊 他就开醒了逃跑 就侮辱了一个小树林 然后这个时候他被一个东西绊倒 然后头部遭到了重击 然后就昏迷了过去 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 第二天的话,他会发现身上已经被绑了五花大宝 斗残不得 然后两个越南士兵走到了他的面前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两个越南女兵 我们知道因为越南战争的时候 越南已经先后发动了抗美战争、抗法战争 所以他的男性死亡了很多很多 到后期的话,很多的越南女兵也开始进入战场 站在红干宗面前的两个越南士兵就是越南女兵 他们的年纪并不大 而且从容貌和形态上看也并不像是老兵 紧接着两名女兵就开始自我介绍 他们一个叫驴士平 另一个叫软士英 因为村子里的男丁已经被征用完了 所以为了完成这个征兵指标 他们也被派上了战场 其实他们也并不想战争 只是没有办法 然后他们两个其实对战争也没有什么太大兴趣 也不想上战场战死 所以他们就躲到了这个丛林里 正好他们遇到了同样被炮弹所打散的红宗 红干宗 所以他们就把他给俘虏了 俘虏以后呢 本来以为他会觉得我们都不想战争 你就放我离开吧 结果呢 这两个女兵 因为村子里的男兵都已经被征走了 所以他们其实是担心的种态 而且很难找到同龄的年轻人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中国男兵呢 给俘虏以后并不放走他 打算和他结婚 然后呢 我不知道在越南 其实登陶兵的下场是非常惨的 他们也不敢回去他们的村子 所以呢 他们就把这个中国的男兵俘虏以后 在远离人烟的森林里啊 共同的生活 然后他们就会自己搭建房子啊 自己种地啊 开垦一些土地啊 在山林里过着农夫般的生活 但是 红干宗他并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因为他的家乡在中国 而且他在中国是有妻子和孩子的 所以日子一天天过去 红干宗每天都在想到逃跑 不过他毕竟他是一个人 而且他只是一个非专业的民兵 搞运输的 在两个受过军事训练的女兵面前 根本逃离不了 在两名女兵的威逼利诱之下 他也没有办法 后来就逐渐的妥协了 直到了1991年 他才找到了一个逃跑的机会 因为首先他们已经生活了十几年 而且也生了两个女儿 所以这两个越南女兵 对他的防备越来越小 基本上把他看作了自己 然后终于让他找到了一个逃跑的机会 他迅速的离开了这个丛林 然后根据祖国的方向 日夜兼程的赶路 他饿了以后就吃野果 渴了就喝山泉水 中国经过三天三夜的徒步行程 他终于翻越了中日月边境 来到了阔别十余年的祖国 据当时发现他的村民来说 当时的红干宗全身毛发旺盛 几乎没有可避体之一物 就像一个野人 不过终于恭喜的是他还回到了中国 其实回国以后他也是非常想念那个两姐妹的 他非常想把两姐妹接到云南和他一起生活 毕竟十几年已经有了感情 还有了孩子 不过这个想法没有完成 因为那两个女兵并没有想回到中国的意思 而且他也找不到这两个女兵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那个年代越南是非常缺少男性的 就是如果一个中国男性 如果到了越南是非常容易找到老婆的 但随着几十年的和平发展 现在越南的男女比例已经很接近一比一了 虽然整体还是女性多于男性 但是在年轻人里男女比例已经接近一比一了 所以如果现在再缺点的话 可能就没有这样的好事情了 找女朋友可能会比国内容易一点 但是不会说特别的容易